直播到9月15日月日前,皮尔洛在接受意大利天空体育采访,只谈到了AC米兰的现状。 皮尔洛在采访中表示,AC米兰是自己最喜欢的球队,并希望米兰在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的带领下重打巅峰。 曾效力AC米兰十年的皮尔洛,为红黑军团带来了两座欧冠军和两座一甲冠军,作为当时冠军成员之一的皮尔洛,看到了老东家近期的现状。 皮尔洛表示,AC米兰一直是我最喜欢的球队,最近我也看了米兰的比赛,他们在加图所得带领下踢得更好了。 我最喜欢的球队架构,就是由意大利年轻球员和和外一些富有经验和能力的球员所组成的,现在的AC米兰就是这样的。 我认为米兰现在随着马尔蒂尼和莱昂纳多的回归,将来一定会有所作为,楚桥。